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英 今天这集呢 我们来讲真田家的最后一位人物 也是真田家名气最大的立战国人物 这个人就是真田姓村 真田姓村呢 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真田姓村 一个是真田姓凡 实际上在历史上 在日本战国时期 真田姓村并不叫真田姓村 他实际上叫做真田姓凡 他父亲是为了纪念 武田家的武田信凡 所以给他起名字叫信凡 真田姓村这个名字来源于 后来出版的记录战国军史的读物 《难波战记》里面 源于这本书的流行 以及人气非常高 这才使得这本书里面提到了 真田姓村的名字 反而成了真田姓凡 很多人知道的名字 就连德川幕府所编转的 宽政重修朱家谱 以及我们上一集提到的 真田姓凡他的兄长 真田姓姓的后代 也在正史中使用姓村这个名字 在今天这一集里呢 为了避免大家混淆不同的名字 我们就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使用真田姓凡这个名字 来讲述这位日本战国末期的名将 真田姓凡1567年生人 他的出生地呢 就是贾匪国 支柱旗馆 关于真田姓凡早期的历史记录很少 我们知道的呢 是关于他18岁的时候 作为人质 被送到了上山家 居住在海金城 当时真田姓凡 很受上山家的家主 上山景盛的血案 曾经被授予之刑 给予了钱一千贯的待遇 后来呢 他被从上山家召回 19岁 再次作为人质 到了大阪城 丰仁秀吉 也很器重 真田姓凡 当时授予了姓凡 从无为的官职 并且赐予他 封臣的姓氏 担任进士 而也在封臣秀吉的安排下 真田姓凡 还娶了大骨吉祭 这是封臣秀吉 手下的重臣 娶了大骨吉祭的女儿 安琪 真田姓凡 斩路头角呢 是在小田园征伐站中 当时他随父亲 真田昌姓 兄长 真田姓姓 以及田田立家 上山景盛 这些封臣秀吉 手下的重臣 在北国军 越过东山道 进攻北条市 当时北国军的兵力 约三万五千人 首先进攻的 就是北条家 松井田城 那么在这次作战中 信凡 手持着 十文字长枪 冲阵杀敌 气势无双 在这之后 真田信凡 随着他的父亲和兄长 领真田军 以援军去援助 十田三城 攻打忍城 那么在攻打忍城的过程中 信凡率兵 猛烈强攻 而攻破了忍城的一处城门 而就在此地 他碰见了 北条家 守城的家臣 成田市长的女儿 贾伟基 前面提到过 贾伟基呢 出城反攻 将 真田信凡击退 当然这里边呢 有一定的演绎兴致 但不管怎么说 信凡 因为在小团圆 征伐战中的 截图表现 而备受 镇中诸将的瞩目 同时呢 也得到了 风尘秀吉的赏识 因此在风尘秀吉 发动朝鲜作战的时候 信凡是陪同着 风尘秀吉 坐镇北九州的 大本营 名乎无成 我们之前在讲 信凡的兄长 和他的父亲的时候 都提到了 官员之战中 真田信凡 和他的父亲 与他的哥哥 真田信信 分道扬镳 信凡随着父亲 脱离了德川方 投向了十田三城的西军 并且协助 他的父亲 真田昌信 在上田城 以2500的兵力 拖住了 德川秀中的 三万八千大军 真田信凡呢 率领小部队 以营武者 扰乱战法 扰乱了德川军 成功的 拖延了德川秀中的 进军行程 但最终 官员之战 还是以德川家的胜利 而告终 我们之前讲到了 尽管 信凡的兄长 真田信信 已和他的岳父 本座忠圣 极力求情 最终呢 只是使得 真田昌信和真田信凡 免于一死 但是他们被流放到了 高野山 真田昌信呢 在等待赦免的岁月里边 逐渐的丧失了希望 越来越失忆 最终病逝 真田信凡 因此 就怨恨德川家康 但是真田信凡 是在静静的等待 等待着 复仇机会的到来 真田信凡 和我之前讲的很多 日本战国著名的人物 并不太一样 真田信凡 他的前半生 并没有非常耀眼的表现 虽然很多人也很欣赏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 非常卓越的战功表现 他也没有什么 内政上的表现 真田信凡 仿佛将他的一生 就浓缩在 他人生最后的那个阶段 湛发出璀璨的光芒 也将他一举 推进了 日本战国最优秀的 那批将领的行列 大阪之战 丰仁家和德川家 最后的对决 大阪这一方 开始动用 泰俄生前的遗产 广发英雄田 这时候真田信凡 已经年近五十 他终于赶到 自己的机会来了 所以招募曾经的 旧家臣 带着儿子 真田大陆姓昌 逃离了九路山 选择进入大阪城 进入大阪城之后 真田信凡 成了浪人重的首领 因为在他属下的士兵 统一都是身着 红色的铠甲 并且采用 甲州流兵法的配置 所以被称为 真田赤杯 虽然真田信凡 他以军事的身份 频频的出席 大阪方高层的军事会议 但是因为他许多 关于出城野战的想法 过于冒险 与大阪高层的意见不合 因此不能完全被采纳 但是他提议的 在大阪城南 建筑的防御城堡 真田丸 则是被采纳的 非常成功的策略之一 当时在大阪城里边 论取军事素养 最厉害的是三个人 真田信凡 后藤基次 毛利盛勇 真田信凡和后藤基次 两个人都注意到 大阪城南 多数是宽阔的平地 防御力较弱 所以两个人先后向 封臣家的领导层 提出在大阪城的南面 建造一座出城 什么叫出城呢 就是修建于城墙之外的小城 可以作为防御工事 两个人的提议都得到了采纳 但是关于到底谁来主持修建 以及负责守备的问题上 这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 自告奋勇 互不相让 以至于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就到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大阪城里突然兴起了奇怪的谣言 说信凡殿下之所以要在南面城外防守 乃是为了方便与他的兄长信姓联络 把德川大军引入城来 后藤基次听到这种传言之后 当即就严肃地表示 信凡要求出城守备 乃是为了更好的向敌军挑战 这样的谣言是痴人说梦 随后后藤基次主动辞退了建造出城的工作 将这项任务转让给了真田信凡 用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对信凡的坚决支持 最后呢 这座真田丸在信凡的主持下 在大阪城南建筑完成 这个建筑物是一座扇形的小城池 三面挖掘了壕沟 树立了双重的栅栏 城中设置了箭塔 廖望和楼阁 每1.8米就开了6个枪 是一个坚固的防御公式 真田丸的建造 弥补了大阪城南相对薄弱的防御力 同时为大阪军出城野战 能够迅速的占领城南的高地 创造了便利条件 那么就在真田丸建造的期间 关于信凡与德川芳勾结的谣言 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 大阪的刀藏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对信凡的疑虑 最终呢 决定在真田丸后方安置了一半大军 防备信凡投敌的时候反戈一击 到了1614年冬天 大阪城周围战争的气味也越来越浓烈 真田信凡知道自己将面对 德川家军队的大规模的进攻 信凡参加大阪之战 实际上他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在他写给他姐夫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如今年内一切安稳的话 很想当面跟你们面谈 因为实在有太多事情放心不下 如今乃是万事无常的服事 今天不知明天是 请姐夫你们就当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吧 在另一封家书里 他对自己的姐夫说 我自去年以来突然老得很快 都已经成了病人的样子 牙齿也掉了 头发也没有几根是黑的了 真的很想见你们 这些信念中 透露出真田信凡对家人的思念 但也显示了真田信凡 对于战死沙场充分的心理准备 大阪东之阵 这场著名的战斗 爆发的起点 就是在真田丸 当时德川家的前锋 前田立长 得到了德川秀忠出击的命令 所以就派他的部队 开始对真田丸 进行攻城 那么看见德川家的部队 在城外乱糟糟的情形 真田军的将士纷纷请战 要求出城迎敌 但是信凡没有同意 而是命令大部分的士兵 做短暂的休息 养精蓄锐 过了不久 当城外的德川军已经整顿下来的时候 信凡派了一名士兵 站在城墙上 向外面骂阵 听到这种挑衅的言语 前田家的重将 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所以就开始对真田丸 发起了猛攻 但很快被真田家 密集的火枪射击打退 当时前田军死伤无数 紧接着赶到战场的 前田家第二队 本多郑重的部队 和第三队福田重政的部队 都加入到对真田丸的攻击 但仍然不能够攻破城墙 真田丸这里 战斗激烈的打响 而在大阪城南驻扎的 德川联军其他各路人马 也按捺不住战役 纷纷的展开了总攻 但是大阪城内 另外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 著名的军师 浪人兵法家后腾基茨 已经预料到了德川家的进攻路线 预先做好了兵力的调配和防守计划 所以守备的如同学 成枪铁壁一般 德川家根本没有办法攻破 战斗一直持续到正午时分 大阪城中的后层击刺 长宗我不胜亲 北川宣胜 明石全灯 各部队 与真田丸的守军一起 以猛烈的火力向城外反复射击 德川军死亡甚重 而且这个时候德分德川家各路人马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碍于颜面谁也不愿先行撤退 仍然是不顾一切的冲锋 战局几乎变得难以收拾 最后还是德川家康派来使者下令撤兵 这样各路人马才纷纷的撤出了战场 这一场作战 德川军战死超过2000人 战后 德川家康 德川秀忠 对于盲目出击的松平中直 川一直下 两军的将领 进行了严厉的喝斥 真田丸攻防战 是大阪东直阵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以封臣方 守城获胜而结束 那胜利中最大的功劳 归功于真田信凡 机智的诱敌之际 后腾击刺 敏锐的敏锐的洞察力和运筹帷幄的指挥 以及其他将领奋不顾身的作战 真田丸之战结束以后 真田信凡的五名 在德川家士兵中留下了恐惧的烙印 德川家康也意识到 强功大阪城很难奏效 就把战术方针改为围困 战事自此就陷入到了一种胶着的状态 双方都不愿意主动出击 而是静静的等待 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对峙之后 封臣方终于在德川方的炮击威胁下 签订了和谈的条约 根据史料 《难波战记》的记载 1914年12月中旬 遭受了炮击的封臣方领导 召集所有的主要将领 讨论对义和的意见 会上 后腾基次和真田信凡两位主要的军师 代表所有的浪人武将 发表的意见 后腾基次当时坚定的说 如今守城作战的武士们 都曾经深受已辜太额的大恩 对于家康这种忘恩被褥之臣 无不是同仇敌忾 如今敌军的弹药粮草有限 而且补给困难 正当一股作气将其击败之时 和谈之意实不可取 真田信凡当时也表示赞同 说方斤之时 三军用命 将士陆立 即使没有外援 大阪城也绝不会陷落 何况五日前之战 我军士气 已令敌军胆寒 只需坚守 敌军内部 必自生乱 而此时 德川芳所提出的和谈 根本就如同渡口往来之舟 反复无常 毫无诚信可言 断不足取 他们两人的论述被整理之后 交给了封臣家的家老们 以及奠基和秀赖父子讨论 对此呢 封臣家的家老重臣 知田常义和大爷智常 也向奠基陈述了自己相反的一点 但同样是根据难波战记的记载 在合议达成之后 也就是1614年12月25日 德川联军中的两大诸侯 伊达正宗与藤堂高虎 找到了德川家康近侧的谋臣 提出 如今虽与封臣家和睦 但最后的决战仍然不可避免 不如趁现在大阪城外 防御攻势都被拆除 一举攻入城中 必将大获全胜 此乃天赐良机 然而德川家康在听到 多尔隆伊达和腾堂高虎的建议之后 长叹一声 说当年贾府之武田信玄公 乃是威震天下之名将 却在少年时放逐其父信虎 可谓不易 结果在三河野田之战 身中流史不得善终 家业传语不消子圣赖一代而终 秀提公身受信长公之恩 却窜其家业 诸其子孙可谓不易 如今其子秀赖 行事颠倒 正应了前世之暴 这样的例子 古今中外可谓多矣 我当年与信长公 共同作战 当秀吉公吞并信长公家业之后 我也曾为支持之前信雄殿下 而不惜与天下大名为敌 一战而胜 与秀吉公和睦之后 我作为封臣盟军的一员作战 消灭国中强敌 屡立战功 从无二心 以至于有人认为我家康 是封臣家的家臣 这其实是错误的 但是即便没有君臣之意 我仍然一再的原谅 秀赖所犯的罪行 此次和睦之后 如果他再起谋反之心 乃是自取灭亡 我家康行事 不敢有违天理人伦 愿上天诱我子孙 百代天下永保 血脉存续不绝 当时德川家康的这番言论 令在场文治者 没有不感叹动容的 其实呢 德川家康这番言论 是收满人心 德川家康绝对不是一个 因果宿命论的信徒 他是想通过 他对大阪城的这种处理方式 来震慑和收买 手下其他各大名的人心 在休战和平期间 德川家风臣家 双方军中许多 就是相识的武士们开始来往 根据难波战绩的记载 有一个名叫袁真印的武士 曾经拜访过真田信凡 袁真印是武田信玄的旧臣之一 武田家灭亡之后 作为浪人流落乡野 但是他当年的武勇刚强之名 远波于外 所以被月前的大明 松平中直招募到帐下 成为手下善战的一员 此次合战 袁真印听说 真田信凡在大阪方效力 一直想去拜访却没有机会 直到和谈期间 才得到了松平中直的取可 前往大阪城 与信凡会面 两个人乃是旧时 见面之后 寒暄问暖 把酒言欢 谈论逝去的光阴 不由得有几分罪意 期间信凡就说 合议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再度开战是不可避免 我信凡身为一方的大将 不得不考虑生前 深厚的名声 再度开战之日 必将战死沙场 恐怕与您难以再会了 身为武士 战死沙场 不过是本分而已 可惜是我的长子姓昌 在度过了14年的 浪人时光之后 却要遭此命运 实在是不应该啊 这位令得穿数万大军 胆寒的勇士 言语之中 却流露出了 伤感失落之意 袁真印 也不仅是 漠然无语 紧接着信凡 用手指着 桌头放着一只头盔说 那边装饰有路脚的头盔 乃是我家世代相传的家宝 当年由先父交到我手中 将来上战场 我就带着他去战死了 如果你要是战后 见到了这顶头盔 就把他当作是我信凡的首席供奉 当时袁真印听后就说 战场上有谁能确保生还呢 如果我也战死 那咱们就在皇权再见 随后 信凡又牵出了一匹 名为白河元毛的骏马 马身上装备着白色的安佩 骑上装饰着金色的 真田家家文六年前 信凡翻身上马 昂然对袁真印说道 我这匹宝马 可以与古代中国周牧王 见西王母时 所称之八郡匹敌 紧接着信凡抬手向南一指 如今大阪城外的防御已经被破坏 决战必然在南面的平野地方展开 我就乘坐此马 与德川的大军交战 可惜的是他还没有留下后代 这匹马是我的私藏之宝 说吧 信凡翻身下马 神色黯然 袁真印 饭后返回了本营 自此再也没有见过 真田信凡的面 正向真田信凡和后藤基次等人所预料的 何谈不过是德川家康的障眼法 第二年的夏天 也就是1615年的4月 大阪夏之阵终于爆发 而真田信凡正是头戴着陆角盔 乘坐着骑马 白河元毛 冲上了战场 用他的生命 在日本战国史最著名的大阪夏之战中 写下了光辉的一笔